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歡迎你來到今晚的《色經》的網上普論會 我們今晚繼續講到如何建立人的靈命 而我們講到得救之後必然的果子 我們講過就是得救不是靠行為 但是得救必然有果子的 必然是會產生果子的 而那六類的果子我再簡單講就是 繼續悔改離聚 還有信靠耶穌道救主 第三繼續親近神和愛神 第五就是遵從神 第六就是別出的果子 包括聖靈的果子和侍奉的果子 而我們今次繼續講到聖靈的果子 就是在《格拉提書》五章那裏 講到就是 我們今次講到最後那兩樣的 《格拉提書》五章二十二節 聖靈所說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而我們今次講到二十三節最後那兩樣就是溫柔和節制的 那溫柔的定義其實就是耶穌所說的 我心裡柔和謙卑 就是說人是溫柔的、溫和的 不是急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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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強勢的逼人 而是溫和那有什麼難阻人溫和呢? 那其實主要就是人會比如很多事情很急躁的就是很擔心啊 憂慮啊很想做成怎樣啊很想結果是怎樣啊 心裡面有一種壓力就是一定要做到什麼程度啊 做到什麼層次啊、事奉去到什麼位啊 或者很想很想 譬如某些人譬如他的子女啊 他的家人啊是怎樣啊 就是想他們的生命是怎樣呢 那就會是很猛的 就是當他們做不到的時候會很猛的 為什麼人會猛呢? 就是因為期望別人會好些 期望別人會聽話 期望別人會做到某些層次的事情 那當人做不到的時候呢 心裡面就會很猛了 就會很急躁、很煩躁、很不開心 那我們怎樣可以平靜呢? 就是我們深信一起在神的仇中 我不用揹個結果的 這個是耶穌的握 耶穌說你們當父那些握行那些仰式 是耶穌的侍奉 是耶穌的工作 我們做的只是親近神、遵從神 我們做好應該做的 是不是?侍奉神 神就負責 我們只是負責做好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不需要負責那個後果 後果就在乎神的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輕省 但是當人呢 見到別人聽話就是他很急躁 就是很想人人都聽話 很想人人都做到某一個程度的表現 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很... 心裡面就會很急躁 當人做不到的時候就會很猛 那這個呢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呢 是... 急躁的原因 急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很想達到某些標準 或者覺得用壓力呢 人就會改變了 就是覺得呢 要罵一下人的 給一些壓力的人的 人才會改變的 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會... 很猛了 那... 但是如果當我們的心裡面 平穩安靜 首先自己平穩安靜 就是... 時事都活在平靜之中 神愛我的 神照顧我的 神跟我一起的 神加力給我的 神陪伴我的 我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不用急躁 那我們越... 親近神呢 越平安呢 啊... 越有神的同在呢 那個果效就越好 但是我們越急躁呢 果效就越不好的 那都有很多時候 有些事奉的人呢 都是會... 就是... 很想結果好些 很想那些人 聽話些 或者有時候那些人呢 有些不好的反應呢 就會很猛疹的 那結果呢 是更加不好的 更加是... 啊... 被人壓力啦 那些人呢 覺得受傷害啦 就會反彈啦 這樣 OK 那... 我們怎樣可以有這個 平靜的心呢 就是說 一切在神的手中 我不是用壓力 人才改變的 那... 其實我也很想人改變的 但是呢 我知道 我越... 吹逼人改變呢 結果是越不好的 我越讓他們看到神的恩典 和多些欣賞他們呀 那... 那他們呢 就會更有動力改變 那果效呢 是更加好的 啊... 如果我越是急 就越是那些人不改變 那這個除了在侍奉呢 也都應用在... 在生活 和家庭關係啦 啊... 有很多人呢 為什麼家庭這麼多 吵架啊 吵架呢 就是因為... 一看到他們頑皮 就很吵架啦 就... 即是呢... 馬上呢 就會... 啊... 火爆啦 會罵他們啦 又... 又相信一個謊話 就是覺得呢 罵了人呢 那些人就會更改變 的 就是覺得呢 人是要罵的 那這個是其實一個... 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那耶穌呢 他有曾經指責門徒 他們沒有信心 但是跟著呢 他就會馬上給他們 有... 盼望 就是說呢 你有信心 還有一顆戒菜種 都能夠移山 那麼我們看得到呢 耶穌和門徒說話呢 很多時候都是給他們一些... 啊... 鼓勵啊 啊... 比如說給他們聽 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 並且要做比起更大的事 你可以... 啊... 如果我呢 你可以做比起更大的事 你可以將來呢 給神大大使用的 那所以呢 耶穌是被人有盼望的 他說呢 信我的人在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光河 就答應呢 神會在他生命中做功 會成就偉大的事 神呢 會在他裡面呢 繼續結果指的 你時時在神裡面 我們越平穩安靜 就越輕鬆 我們越... 啊... 心裡面越急躁的時候呢 就是很想那些果效 好像我們的方式呢 我們的心就會... 猛症了 猛症的時候的結果更加不好 那曾經有一個媽媽呢 就叫我去... 幫她的兒子 那麼她就說 你... 你可不可以有空下來 我想你跟我兒子經濟 我下來才發現 原來她是沒有約到她的兒子的 她是... 我來了以後她才約她的兒子 那麼約她的兒子怎麼說呢 啊... 她說的時候呢 是很猛的 她說牧師想見你啊 那麼呢 那個兒子呢 就... 似乎就不想來了 因為她在我面前打電話 那麼我怎麼知道她不想來呢 因為她呢 就罵那個兒子 就說呢 你... 牧師... 牧師見你 你都不見她 怎麼可以 那樣子很猛的 然後呢 收了線之後她告訴我 兒子不想見我 那麼原來她呢 完全沒有... 沒有問了她先的 只是呢 約了我了 然後呢 才問兒子 那麼我就問她了 我說當... 剛剛你講電話的時候 你的語氣怎麼樣啊 她說呢 是有點猛的 因為她不肯理嘛 那麼... 那麼... 我就說了 當你猛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結果是怎麼樣呢 就是... 她是會更加聽話 因為更加不聽話呢 那麼她都說 我知道是會更加不聽話 那麼我說 為什麼你會這麼... 這麼猛呢 就... 就是她習慣了是這樣啊 她習慣了是這樣 她就以為呢 猛呢 兒子就會聽話 但是其實呢 兒子已經積聚了很多猛 就是... 積聚了抗拒感啊 很抗拒啊 所以呢 她... 是... 很抗拒呢 所以呢 她... 她是跟兒子的關係很差的 就是直接是沒有辦法相處的 是... 兒子是不聽話的 所以呢 結果呢 就是一個困局 那當然呢 有些兒子真的很聽話的 現在有些兒子是完全... 就是不肯... 不肯... 不肯讀書 不肯... 不肯... 去找工作 每天都在家裡呢 就打遊戲 每天都是... 就是... 那些睡覺的時間 都顛倒 那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這個社會的風氣 那這個是需要真的父母 是有耐性去幫助他們 才有機會可以改變他們的生命 但是有一件事肯定 越猛呢 她們的結果是一定會更加不聽話 雖然呢 我們其實可以定一些規則的 就是說 當你在這個屋住的時候呢 我是有一些規則想你遵循 是可以這樣的 但是呢 用猛的方法呢 結果是不是好的 是會更加... 更加... 反叛 但是如果我們去嘗試聆聽他們 這個是難的 真的是很難的 盡量可以的時候欣賞他們 讓他們覺得他們是被看重的 很多父母都說我看重他的 不過我很急 就是讓他們覺得看重 而是有一種... 就是... 關懷、溫和的方式 那呢 他們被改變的機會是會更加... 就是更加高 高呢 我們認為 就是我... 很急很猛 這樣去嘗試改變他 那... 這個都是... 其實有時候從小到大 開始是容易很多的 就是從小到大呢 都讓他經歷神的喜樂平安 讓他知道耶穌很疼你啊 你... 愛耶穌耶穌又很喜歡他 祝福你的啦 那... 所以你可以開心做人的 神呢 就很歡喜的 你... 你整天想著耶穌呢 耶穌就很喜歡你 耶穌就祝福你整個生命的啦 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會整個生命都是開心的 盡都是開心的 就是... 當然有時候他不聽話 他會不開心啦 他會更多開心 還有他會更多聽話 就是一個溫和的方法呢 而引導他呢 是會更加有好的過效 好... 那在這個時候有沒有人... 有... 發問呢 就是說... 有些人聽完我說 當然說... 唉... 做不到啊... 不行啊...太難了 那... 大家有沒有一些情況 你想拿出來說呢 是... 二牧師我想問啊 就是... 譬如呢... 我們見到那些 弟兄姊妹那些家... 家庭呢 那些關係不是很好 那... 就... 那些弟兄姊妹就... 就是沒有盼望啊 就是... 即是... 其實... 很久啊 可能我老公這樣 那兒子這樣啊 就是... 那些關係很差啊 就是... 沒有了,可能拖了很久,搞來搞去都搞不定 怎樣給他那個信心,在神那裡一定有盼望 他已經好像很失望,沒有了信心 那怎樣搞? 你說過父母已經沒有盼望,是嗎? 是呀是呀 我們可以做的,首先就是這個父母信不信聖靈的能力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經歷聖靈 譬如他有經歷聖靈的 他是可以,如果他用一個溫和的方法 帶領他家人,他家人接受的時候 是有機會可以幫到他們去願意接受按手祈禱 好,其實這件事呢,是必然是有關係,然後才去改變的 就不是一開始就改變他們 而是一定是一向已經有個好的關係,一個溫和的關係 就是這樣的時候呢,去幫他們,嘗試改變他們 那才有機會改變的 如果不是呢,他們一定是會 就是只是叫他們你要改變,他一定會不聽話的 所以這個是要從小做起,一直從以往做起 所以,也都是有在這個關係裡面呢,建立很多開心的時刻 一些大家呢,關懷啊,一起有好的活動 但是有些家庭已經不是這樣了 就是這個關係已經是變差了,然後才改變呢,是很難的 那所以,在這個末後的世代呢,因為魔鬼的攻擊呢 就是這個世界是很多很多罪,人很多不負責任 很多各樣的問題,就根本呢,就是容許這些罪作亡呢 根本整個家庭都很難改變的 那為什麼給這些人盼望呢,就是說 神真是能夠改變,神想改變 首先我們改變,我們有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省喜樂 我們就可以逐步給神去改變了 那,就是他自己本人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那然後呢,就,他希望,他會有這個耐性慢慢引導家人 引導家人是很難的 而且,不過也都有另一樣要點呢,就是 始終家人是另一個人來的 父母信耶穌不代表他的子女一定信耶穌的 這個不是必然的,是需要真的由小到大建立 他們願意啦,有些父母信耶穌 但是呢,子女總是不肯信耶穌呢 父母可以做的就是盡量用愛心引導 但是呢,始終是,他是另一個人來的 父母怎樣愛主,不代表他子女愛主的 這個是一個,就是有時候有些情況,他子女真的不肯聽話的時候呢 是,他可以做他能夠做的,他為他祈禱 然後呢,就盡量用愛心對待 盼望呢,能夠改變他的生命 這樣呢,就有機會改變 我不知道有沒有答到你,還是你還想再問清楚一點 就是那個盼望呢,就是放在神都是想改變我們更加有愛 就是那個盼望 就是相信我們是想我們好的 想我們的家庭關係是好的,就是那個盼望是這樣 應該說盼望在神裡面 他不是一定會好的 為什麼不一定會好的呢 因為家人不信耶穌或者家人很強勢呢 不是一定好的 就是神沒有應許呢 有些人就誤用了那個經文 當信主耶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就以為了,你信耶穌,你一家都必得救 其實原文呢,當信主耶穌那個是中數的 是你們信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得救的 不是說你信耶穌,你家人一定信耶穌 有些人就誤,聖經說了 我信耶穌,我家人一定得救 這個不是一定的 但是我們是恆心去幫助家人的時候 就希望他們會信耶穌 如果我們越有神的同在 我們就越能夠影響家庭 OK,你還會不會想再問呢 我不知道答不答到你 其實你說,我們親近神 我們做好我們那個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工作 這樣 但是那個家庭是不是一定變好呢 就未必的,這件事是不是 是啊,不是一定的 我們在家庭可以張軟神的榮耀 但是家人是不是會肯接受呢 這個是我們控制不到的東西來的 是的 但是我們越是有神的生命 影響祂的機會就越大 嗯 嗯 越猛症呢 就越不能夠改變 嗯 就是如果猛症呢 肯定不會改變的 就是可以說 就是我見過 我見過有些父母很猛 還有他們本身的生命都很多破口 就是很多情緒問題 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真的改變不到 就是那些家人更加抗拒的 嗯 是啊 所以我剛才看到你們什麼人愛喜樂的 就是聖靈果子呢 就是如果我們有這些果子呢 我們帶給我們的家人的影響就會正面 是啊 嗯 我明白 是,ok 好 其實我們這幾次所講到的 就是講到在神裡面建立 我們牧養人的時候 我們會讓人知道 他 啊 生靈得教呢 會有六類的果子 我們是讓人知道 有這六類的果子 那呢 就現在這次講到 就是我們 除了我們自己有之外 我們就幫助那些人 都能夠結出這個 溫柔的果子 而不是猛症怒嘈激氣的果子 ok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我們一起祈禱 好啊 頭主幫助我們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我們一起祈禱 親過天父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因為你是柔和謙卑的 你很想幫我們 你很想和我們一起 因為知道神掌管一切 神負責一切 我們不能夠負責一切 我們只能夠盡我們的責任去親近神 和做我們應有的責任 但是結果在乎神 當我們親信靠耶穌和耶穌親密關係的時候 神是會繼續祝福我們的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加力給我們 更新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真正好似聖經所說的耶穌的說話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內 讓我們心裡存著善良、溫柔 體貼、體諒人的心 聆聽人的心 關心人的心 接納人的心 我們就更能夠影響別人 求主加愛力量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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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